池昌旭三日突然現身 位於岩市大學附近的某家便利商店 華生一日店員 便利商店還透過社群帳號宣傳 表示池昌旭在晚上6點前 都會親自幫大家結帳 消息一出 大批粉絲重往該店 讓場面一度超混亂 池昌旭合照簽名來者不拒 根本就是粉絲見面會現場 然而照片流出後 引發網友一片罵聲 直至在疫情尚未解除的現階段 竟然還辦這種吸引人潮聚集的快想活動 讓大家處於散播病毒的風險下 對此便利商店的官方帳號 在4日發布道歉聲明 聲明中寫到原本只是單純的拍攝 然而由於內部工作人員的疏失 把地點上傳到網路上 宣傳成了一日店員的活動 造成了大家的誤會 經紀公司方面也回應 設想的不夠周全神感抱歉 值得說在這樣的敏感時期 任何事真的都要小心謹慎一點啊 都要小心謹慎一點啊 了解 無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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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視